一辆轿车要回转 执行乡行车闪避不及 两车因此发生剧烈碰撞 回转的轿车反弹 乡行车撞向一旁围墙 尘土飞扬 墙面被撞破一个大洞 乡行车车头全毁 安全气囊爆开 驾驶车门还留有大片血迹 台东支本26日早上7点多 这辆载满国高中生的乡行车 前往学校的途中发生严重车祸 学生摸着眼睛 无助地包着大块纱布 怂啊 哪里怂 脸部猙獰 坐摊在地上 下巴也包着纱布 OK吗 慢慢走 痛苦躺在地上的学生 连站起来都很吃力 这五人员在路边一一检视 学生们的伤势 虽然都受到轻伤 但意识都清楚 乡行车持信驾驶 当场没了呼吸心跳 紧急送医不治 没想到车里还载着 自己要送上学的小孩 但却命丧这场车祸 驾驶妻子赶到现场 看到先生悲痛万分 急救人员那时候跟我讲一句说 不要过去看 因为已经 已经走了 我相信他是为了保护 车上的小朋友 他尽他的所能 转那个弯道 然后自己去受伤 妻子雨带哽咽 带着泪水 难掩悲痛 事发时车上总共载了七名学生 有六名东海国中的同学 加上一名台东高中的男同学 因为都住在资本地区 距离学校路程约有二十公里 为了让孩子安全上学 节省时间和金钱 因此家长们协调 请持信驾驶 接送学生上下学 对象的方姓女子 则是受轻伤送医 经过酒策后 也没有酒精反应 该事故路口 为闪光耗制路口 详细造势原因调查理清中 遥远的上学路途 却碰上死亡意外 温馨接送禁让一个家庭 从此肢体破碎 记者潘正贤 李廷西台东采访报导 我是方彦远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尽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您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